那就開始吧 好,那我們是衣服圖書館 然後目前的話是在做女大學生的換衣社群獎 那商品牌的部分的話是在今年5月會上線 那衣服圖書館的話其實是從2017年 然後就開始在台大跟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那種實體共產衣櫃 那這一部分的話是給大家免費經營的 那後來因為很多在使用者身上的觀察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盈利化然後做線上共產衣櫃的APP這樣 對,那我們會做這個的話 是因為台灣其實一年有72000噸的衣服被丟進就醫回收箱 對,然後有60%淨粉化爐 然後25%被就醫回收箱賣出 那這幾年因為二手衣市場中國那邊興起 所以其實就醫回收沒有那麼好賣這樣 對,那現在的話我們就是針對女大學生這一群人 然後進行二手衣交易的一些問卷調查 那其實發現說有53%的人都有二手衣交易之間 這全台灣嗎? 呃,不是,只有針對台北的大學這樣 進行500份的問卷調查 對,然後願意穿二手衣的大概是72% 那多數會因為說 不知道上一位使用者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擺攤二手衣出清網上沒有良好保存 或是太早不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 所以就沒有進行交易 對,那所以我們做線上共產衣櫃的話 就是希望去提高二手衣本身的資訊透明化 然後就是精準的透過資料庫的方式精準去媒合遺物 然後還有第三個我們有做一個智慧品質的分分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來認識就是朋友? 上一個穿這個衣服的人? 沒有辦法做到上一個就是認識上一個穿這個衣服的人 我們希望可以做 可是因為目前開發起來 目前還是比較偏MVP的階段 所以我們希望長期是有辦法讓透過換衣服這件事情 然後去認識使用者跟使用者 對,因為你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有點像真人圖書館 那真人圖書館主要是要認識人的嘛 對 OK,繼續 那當然在我們的整個交易流程的話 就是你把衣服拍照上傳 然後你面交或是寄送給使用者 那你換出去之後你就會得到紐扣 然後紐扣的話 你就可以在平台上免費交換其他的衣服 對 然後我們的所有衣服的話 是可以用紐扣換 也可以用現金賣 所以我們的營利方式的話 我們的營利方式的話 就是衣服上傳到平台後 提供衣服的人可以得到80%代幣 那平台這邊的話就會抽20%代幣 那同樣因為有一群人也會使用在平台上用錢去買衣服 但是我們回饋給用錢買衣服的衣服提供者還是代幣 所以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把我們抽來的代幣再換成現金 所以你的代幣的名字就叫紐扣 對,我們代幣的名字叫紐扣 就是那個武神巴菲特所說的 他的紐扣可以變成代幣 對 對 是一個很棒的梗 對 然後我們想要用這樣的模式 是因為這樣子對於有衣服不穿交換的人 他可以免費把自己的衣服換走 然後免費換到其他的衣服 對他們來講是提供一個去交換衣服的誘引 然後第二個對現金購買衣服的人的話 他其實就是市場上一個買二手衣的管道 那對於平台方的話 就是可以抽到每一比較贏面20%的利潤去維持營運 他的估值是怎麼做的 你說衣服的估值嗎 衣服的估值的話 後面有大概介紹一下 在ABCD這裡這裡 好 就是我們有把不同種類的衣服 都翻成ABCD四個等級 那你不同種類的A等 B等C等D等 對應到的代幣價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原價是自己填寫嗎 對 原價新舊程度 瑕疵狀況都是自己填寫 所以電腦只會給他一個建議的等級 但他自己可以手動更改那一個衣服的等級 那這樣我就是固執很高 不就賺到更多代幣了 是 但這部分 對我們目前沒有想到應不應的方式 因為我們就是 都是會想一些自然攻擊的那個表面 沒有我也覺得很容易 但目前沒有想到其他朋友大賬 對然後衣服我們的話 是希望可以讓他盡量資訊完整 那所以我們有包含做所引導師的拍照 就是你知道要拍三張以上的圖 產品純圖然後細節 然後還有查知狀況 然後以及表格式上傳 這都很基本 然後回饋代幣獎勵的話 是我們有一些比較細節的資訊 像如果提供衣服的秀長 長度、胸寬之類 我們會給他獎勵四到五個代幣 這樣很小額的獎勵 去解決二手衣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那維護交易品質的部分的話 現在是做黑名單 交易物品跟即時檢舉系統 即時檢舉是檢舉人還是衣服? 衣服 就是假設他上傳什麼布亞照或什麼之類 這還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他可能就可以直接用這樣的方式 就讓我們這邊很快的收到 就是他上傳很非法或什麼之類的內容這樣 那說不定布亞照報好嗎? 對不對? 對也有可能 可以 事件行銷 對事件行銷 那這邊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面交地點的話 是以各大學為規定 因為我們一開始也是從大學做共產銀柜 那其實後來我們鎖定的客群的話 也是主要是以這群人為主這樣 所以面交地點的話是以大學為主 然後加入一些地點啊 然後還有衣服風格或設計的方式去選二手衣 對然後還有剛剛講的就是分成ABCD等這部分 後面的運算式的話其實也很簡單 其實就是衣服他們填寫的原價區間的0.7 其實在乘上它的新舊程度 然後如果它有任何一個瑕疵狀況 我們就會扣一個等級 其實背後的運算大概有多幾個這樣 對 那同樣的話我們代幣也可以換到一些 我們其他合作品牌的商品 像綠藤森集好日子或者是 呃夢想城翔他們的慕容商品這樣子 就是達到品牌互惠 然後同時也可以加速我們回收代幣的速度 大概是這樣 對那還有一個特色的話是 呃因為衣服的提供者會填入大量的衣服 風格種類資訊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他們填入的資料 以及換衣者他喜歡換哪樣的資料 我們去做精準媒合這件事情 就安都比那種東西 對蠻希望可以提高交換比率 那同時我們收起來的資料也可以回饋給其他成衣品牌這樣 因為對二手衣每一筆都是不同的資料這樣 對那我們的市場定位的話 其實就是在寄售交換更景買賣衣服的平台之間 因為其實消費者他們很傾向會到一個專門賣衣服的地方去買衣服 對因為他們的風格分類是比較細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交換跟二手衣這一塊可以做到這樣 對那底下的話其實就是一些目標市場 就是女大學生 那因為他們對二手衣加收度很高 每個月有大量購衣習慣 但購衣的單價比例都很低 然後衣服塗算也已經觸及成我們粉絲這樣 對所以行銷層門也比較低 那長期的話其實是有考慮要發展童裝的 但因為銅裝的話其實本身也是很吃實體的實體 我默默的老混 我對你們第一批步課就是生了小孩自動就會有腳踏率 對對對對對 所以就是希望使用者的社群成長就可以慢慢把我們帶銅裝進來 是是是是 對然後那部分想要配體驗店跟一些自動化的長褲再來做這一塊 那底下那是寫給其他 對隨便的 投資人 對 那現在行銷的話我們現在就是有粉專 然後有二手歡迎社團 然後還有配合一些台科大或台大我們已經有合作大學會發展全校信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過去來參加過我們實體歡迎活動八九百人 然後就會反覆去對他們宣傳就是可以換來參加活動 然後可以下載APP這樣 那實體行銷的話就是過去也有辦一些換衣活動 那目前我們的做法是我們先在網路上先收第一批的衣服過來 確保大家在開APP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有一定的衣服量 然後同時我們回饋給給我們衣服的人那些代幣 給他們代幣 然後確保他們接下來會下載 因為他們代幣如果不下載他們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這樣 對所以這是我們對第一批衣服做的部分 那其實APP預先登入的話大概是一百多人左右 但是這一塊我現在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這一部分 到底要不要再網上增加 對不起但你們為什麼要用APP 為什麼不用網站就好 因為他們要上傳衣服的話我們是用手機拍照 網站也可以手機拍照啊 但他們可能就要上傳到電腦 不用啊 他用手機就可以不然你以為Instagram怎麼 或Twitter怎麼做的 你用手機開Twitter的網頁 不需要下載他的APP 你還是可以拍照 你說用網頁做手機 這部分就是成本的問題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APP的狀況比較複雜 就其實我們沒有很多錢 然後我那時候是找五個工程師朋友 他們一起做免費幫我們做 然後他們那時候跟我說 他們現在哪一套系統可以做跨平台 所以後來就是給他們做跨平台 但是後來就是有前後端連結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是包給APP公司 用二十萬把前後端連起來這樣 然後這一部分 所以一直延下去 所以我現在如果到Google Play 我要怎麼找到你們 我們還沒上線 對這現在是上線前 我誠摯的建議你們 先不要上線 先不要上線 誠摯的建議你們不要做APP 誠摯的建議你們不要做APP 就是你們以後真的百分之八十賺的錢都會燒到APP上 我不是反對APP 我不是反對在這個階段 就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 砸那麼多 因為這裡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說你現在需要很快的跌代速度 你的使用者要你改功能 你要馬上改 你如果是去App Store的話 你要等七天 而且還不一定讓你上班 你要等十四天等等 才會上班 這個你應該很清楚嘛 對 那如果你現在是用Web App 就是所謂PWA技術 你用Web App就可以做到完全一樣的事 好比像說我之前在這邊 有寫過一個App 叫做那個口罩空虛的那個平台 對 那口罩空虛的資訊平台 可能你有聽過 那就是mask.pdx的那個網站 那那個網站你連上去 如果你喜歡做一手機 它會馬上問你要不要安裝到什麼頁 所以你等於你不需要去Google Play找我 你連上我的網站 那個conversion 就直接是我的網站 裝到你的手機手頁 那我也可以做推送 那我也可以做拍照上傳 它極少數不能做的 像什麼藍牙定位 反正你也用不到 對那所以我真的很推薦說 因為我看了一下你們的medium 跟你們的就是FB 我們medium沒有在做 對 對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們是用網站的方式來經營的話 你那個medium就可以換掉了 對因為那個medium 我現在都講得很老實喔 那個medium對你的品牌沒有幫助 對我知道 我們完全沒有在經營它 對 但是你的FB又是直接連到medium 是你的唯一網站 所以真的就是哪裡 怪怪的 對所以我具體建議 真的看能不能你們合作的 那一個廠商 App商 看能不能把它的 你就告訴他說 你要做Web App 或者PWA Progressive Web App 那就是它功能都一樣 完全一樣沒有差別 但是是用一個 我們叫響音師網頁的方法來寫 那這樣的話你就從衣服圖書館的FB 直接連去那個網頁 它的感受就已經是App了 它不用安裝 但如果它是手機底下會跳出一個 你要不要裝到首頁 你鼓勵它裝到首頁 這樣子 就是手機的首頁 這樣你就可以推送訊息給它 它的效果跟App是一樣的 但是你少去一個轉換成本 而且你也不用等那個 蘋果的那個7天或14天的那個周期 對 對不起打斷你 好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很合理 對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快上線 你也可以趁機把那個不太行的密件換掉 對對對 我們現在網站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是做Landing Page 就Landing Page 也會在App上線的同時上線 你的App 它說是用跨平台技術開發的 對 那如果它是用跨平台技術開發的 確保實它幾乎用的一定是Web技術 對 它如果用的是Web技術 它變成網站其實比你上線容易 我跟它溝通看看 對 你知道你問問看 你問問看 因為不然你一開始上線 如果你不出問題還好 如果出一點問題 你一開始在App Store上面變一顆星 那個就不回來的 對 對 你之後再改版再改好也沒有用 你不如你的Landing Page變成一個類似Soft Launch 就你的App現在網頁上搶線體驗 你還是可以說我們的App在開發中什麼都沒有問題 但實際上功能就是不斷地在網站上上 然後等你跌 但因為你網站你隨時有人有問題 你兩秒鐘就改好了 對 App你還要等啊 對 還要等 你在就是Soft Launch的這一階段 你把它測到大概沒有問題 那大概上去了就至少四顆星起跳 那樣我就不反對你做App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是聽你講前後段還在接的時候 你有一個很大的Risk 就是你上兩大平台 有一個你會變一個星 那樣你之後不好救過說真的 對 我們原本我們原本的話是打算說就是在 因為App其實已經快做完了 所以原本打算說在4月底5月中的時候 會做一個80年的測試 然後同時我們有發現說因為App公司那邊 它的回報速度跟它開發的速度 其實很很慢很拖 對 所以才會從3月原本 原本2月要上線 然後拖到 對啊 那網頁至少你可以控技術啊 就是你隨便找一個會 維護網站的人他都可以幫你改啊 嗯 好 對 好我們思考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錄影給他說是這個 唐振偉的建議這樣 好 還可以 對 目前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在一開始 我們在想我們的模式到底要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包含動畫 然後還有線上行銷之類的部分 然後還有發預先登入的碼 其實我們的行銷是有辦法做到 第一個月就有辦法大概 確保至少會有800人以上下等 對 但是我們也是在想說要不要這麼快 因為原本也是覺得說 App一開始的問題會很多 所以我們原本是想說只有把衣服寄給我們 那100多人才可以用 就封測啦 封測式測試 對對對其實只有那100多人可以用 然後等到我們確定功能都沒有問題之後 再擴大到800人 你如果用網站疊代的話 你知道沒有問題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你100可以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變800 那你用App的問題是說你還要等審核 所以你一次疊代就是兩個禮拜 對 那這樣子的話你要擴大到800人 而且你還要自己安心 你還要iOS跟Android能夠同步上線等等 那你的時程就會被拖到 對但你如果用Web疊代的話 就是你的早期的earlyadaptor跟你說行李 你就上吧 好 對 感覺上這部分 好我們可能這部分那個東西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看說我自己上載的時候 我有一個類似我的衣櫃這樣子的東西 跟Anobi是一樣的意思 對 那你如果在App上的話 它沒有辦法分享那個網址啊 它最多只能截圖而已啊 但是如果它是放到網站上面 你又給它一個專屬的網址 那就好像低卡你可以去一個 你可以去一個 它是什麼卡稱 這個發音都要很小心 對 那這樣的話就有它的書櫃就是一個網址 那它一定會用它的社群媒體幫你推 那這樣的話即使你一開始加入的人有限 至少你的曝光度你是有機的 好 對 好 感謝 我們做行銷的就是 對 然後還有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我覺得這部分我覺得可以看比較直接的財報 就是我們現在遇到一個蠻大的問題是 我們以目前的模式來講 其實我們很難達到審議平衡獎 然後包含它其實也沒有辦法去說服它的投資人 那就一言不合就群木啊 大家不都這樣嗎 但因為我們的 對 但因為我在想我們的模式感覺上有點難走群木的方向 因為我們的話其實是做APP跟交換禮服的嘛 然後我們原本就會做那個網站出來 所以其實我有點不太知道 等一下喔 網站有點 OK 我有點不太知道說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模式要怎麼改到群木的這個方向 這樣 欸 你有沒有想過股權式群木 股權式群木 對 就是群木股票 可是我們還沒有上線這樣不會對他們風險很大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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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菜什麼東西的 對 我很擔心 是嗎 對 因為這樣我們賠也是 就是等於請他們一起跟我們吸收風險 是這個意思吧 是 對 正確 對 所以 嗯 還是蠻希望說產品本身是 可以 就是真的去 就是 有辦法獲利 然後吸引投資人這樣 對 因為我們以現在的財務預估來講的話 就算第一年 就是今年年末達到5000人的下載量 然後我們的活躍用戶大概是40% 活躍用戶我那時候算的定義是就是 你每個月刊登四件衣服 然後成功交易兩件 這樣子的模式的話 大概第一年還是會賠個30多萬40萬這樣 就算我們不太拿人資費這樣 所以才會想說 對不起 你的call center是什麼來著 喔 call center是 所以你花在哪裡 喔這裡 就是在這邊 對 就是包含倉儲外拍宣傳 然後雜資開發跟維護的成本 維護跟商城 對啊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web-based的 然後他自己的書櫃 因為是由他自己維護 他自己去用社交媒體分享 你的拍攝成本 全部都外部化給你的會員 就不用再做什麼麻豆拍照 對啊 因為現在會變成 類似他的instagram那種東西 他一定有強烈的動機 把自己拍得美美的 但是如果他是app裡面 只有他自己 跟想要穿他衣服的人看到 那他就可能隨便拍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他的外部性越高 他就越想要拍漂亮的東西 對我建議就是說 當然股權是群目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 就是 對 對對對 那種風險承受能力 對那但是至少把你的 就是 營運成本 極小化以及行銷成本 讓你的使用者共同分擔 這個大概都是不會錯的 好 感謝感謝 對 還有第二個想法是 我們有沒有必須要同時開發其他的交換 或者其他交易的產品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的商業模式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剛剛假設我可以在每一筆裡面 抽20%是因為有一群人在網站上 用錢去購買衣服 但如果我錢去購買衣服的人不到20% 或者是高於20%他都會有代幣變多 或者是我們錢的轉換率不夠 而且更不要說 我剛剛還說有這個自行高於估值的那個 對 那個情況 對 因為事實上它是可以套利的 對 這是一個可套利平台 那損害就要你自己吸收了 對 所以這一部分就會 就是會比較擔心 那時候是盡量讓他們沒有動力 因為我們的代幣沒有辦法換成現金 代幣除了花二手以外沒有辦法做起來 我理解 對 所以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有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開發其他只能用現金交易的部分 或者是之類的 想辦法去把我們的營收重新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說 就是說你說他沒有套利的動機 大部分人套利不一定是想要換法幣 他有的時候只是高興而已 就是我一幅塗鴉 我可以估值到兩千萬 我自己很高興 還真的有這種塗鴉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有點像是現代藝術品市場那樣子 他也不一定真的那麼多錢拍賣 他真的能夠賣得掉 但是他就是高興 就是他可以把一個 就是 就是有社會意義的東西 透過一個高的估值 讓大家知道這個的價值在哪裡等等 他會變成一個類似倡議平台的東西 但是現在就會變成是說 他把他的成本讓你內部化 等於你要吸收你的代幣的inflation 作為他的不例外負信 可是他可以藉由你的平台來進行倡議的這個情況 就是一定會發生啦 對 就是說因為你本來是真的要穿的嘛 對 但是現在人很多人印T恤並不是為了要穿的 他是為了要倡議某件事情 那所以他買了那些T恤其實平常也不會穿 但是他是要倡議就是一個節目 或者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樣也沒有什麼關係 是嗎 你很願意你變成這個被倡議的那種平台 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這樣就不如直接走轉成像Cafe Press 或買衣服那種東西 就硬了網 因為我那時候是想要 對 那時候是想要解決二手衣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這一邊同時也是有開放 就是讓用代幣很高的去買某個有社會意義的東西 這個這樣的模式 像三戰無鄉或者夢想成像的木工廠 我就是看到那個我才問你這個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最快製造出一批二手衣的方式 就是我現在去印了網印一大堆衣服 然後我就有一堆二手衣了 對 那但是我在這上面再用一個提高估值的方式 去讓等於是spam你的會員嘛 讓你的會員都會看得到我的訊息嘛 那對我來講這個行銷成本也沒有特別高 但他們沒有辦法主動推播自己的衣服 就是說它當然要fit 當然要fit 對 好 我們會思考一下那一部分 對 對 但你知道我在講的意思嗎 就是說裡面會出現一堆什麼 今天財政服什麼的那種衣服 對 那你如果覺得那也ok 那我也覺得ok 是沒有 是沒有不ok 是沒有不ok 我個人有些是挺好 但是沒有不ok 你沒有不ok 那這樣很好啊 那這樣子我會覺得說 那你更應該就是有每一種衣服 它的 甚至你用類似google影像搜尋那種 可以衣服找衣服的那種概念都可以丟進去 就是說以圖片找圖片嘛 那是一個很成熟的技術 對 對啊 那所以就是說我現在上傳一個衣服 那它可以推薦像這種衣服的風格的衣服給我 那部分如果要把那個技術放來 沒有你直接用google image search就好 不用啊 你就google image search嘛 image.google.com 然後把它 然後把它的那個site limit在你的網站裡面 好 像我有維護一個那個網站跟app叫蒙點 那蒙點右上角有一個搜尋 那完全就是用google站內搜尋做的 好 我沒有說馬上要做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反對有人把這個當作倡議用 因此可能爆紅的話 那就是以圖找圖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下一步 好 對 好 那目前會覺得說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 坦白說就是我們前段時間有在考慮進行彩妝交換 然後零彩包的部分是交易 就是二重部分交易 嗯 那部分 估算起來是可以帶比較大的銀售 但有點不太確定這個路線到底對不對 嗯 然後也有一部分的可能評審之類會跟我們說 或許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做同裝 但是同裝的部分我自己是蠻希望已經有建立一定的品牌 所以這部分也不太確定 我還是 我一般都是建議就是所謂聯能創新啊 thrift innovation 就是先把你的成本通通弄到零再說 嗯 所以我剛剛講的每句話都是讓你降低成本的做法 我很少講讓你擴大營銷的做法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market fee 我們現在坐在這邊講是不準的 對 你發的問卷也是特定地區而已 對 對 那所以其實你很大一部分未來的路線 要靠你的客戶告訴你 對 就是你的客戶會變你的合夥人 那當然你現在就是心裡還沒有準備好發股票給他們 這個我尊重 但是 無論如何你要開放這一種 就是你這邊的固定成本盡量低 那當社群有一個新的梗 新的事件 新的用法的時候 你的功能要趕快迎合上他們 對 對 就像那個什麼舉牌小人一樣 所以會覺得我們製聘工程師比較好嗎 因為我們現在工程的部分的話 是外包給MV公司 他們一個月我也付費大概是兩萬 你那一百人裡面沒有工程師嗎 你說來登錄的嗎 對啊 有 他自己用才會有動力啊 這樣嗎 自己建 對啊 那個澤澤 那個秋木安 從頭到尾都是自己弄的 他變成全團工程師 就是因為他自己對這個有熱情也用得到 從我們的粉絲裡面找工程師 當然啊 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請一個工程師的費用 就是薪水 對對對 理解了理解 但是就是說如果他是你的粉絲的話 那你當然是以類似合伙人的角度來請他 而不是以就是廠商 就是他是夥伴不是夥計啊 理解 但 對 就說你一百人裡面總不可能沒有就是工程師吧 總有一兩個人學資工吧 應該說原本這個APP 就是那個APP一開始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對啊 但後來因為需要長期維護 大家也需要吃飯 所以後來是 包給裡面其中一個人的APP公司 然後他用很低的 很低的費用幫我們去進行維護 就我理解 對 所以還在想說 就是這個階段 因為我還是比較傾向說 如果我們請一個人進來團隊 我還是希望可以給他薪水 對 所以就是 還是在想說 這個階段到底請工程師的合不合適 對 那為什麼不給他股票呢 也可以給他股票 對啊 但股票我沒有不想跟他講說 他這個東西有可能 或是沒有錢可以給他 對 沒關係 不是 因為如果這是他的興趣 等於他的社會使命 那他就變成他作品集的一部分嘛 這就跟一個APP公司收錢辦事不一樣 因為你不會打Power By什麼嘛 但他如果是夥伴的話 那你就是盡可能在媒體上面 或甚至在關於我們團隊上面 讓他露臉 甚至是有一些工程師會說 那我把這個作品放在Github上面 那讓未來的人 就是我的想要面試我的人 都可以知道說 我是多快就把一個前後段 接不起來的APP改成 可以動的網站 等等 就是說這個對他都是有誘因的 那如果你讓他用這種開放式 創新的方式開發的話 那你給他股票就再合理不過 好 對 好 目前的話應該 我這邊沒有問題 目前應該是這樣子 對 目前的話還有一些 就是什麼時候時間點 可以去找投資人的問題 但是那些的話 我還是覺得你從訂閱式節目開始 真的 就是說你如果想避險 不想發股權式節目 那訂閱式節目是最合理的啊 因為這有點像月租費的概念 你說給他們就是付月費過來交換 對 我們其實一開始有在想給他們付月費過來交換 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好像還不夠成熟到讓他們覺得 這是一個願意他們每個月去付錢的服務 對 然後另外我們也有對我們的使用者進行調查 就是如果我們一個月收你六十塊錢的會費 就很低這樣 然後你希望得到什麼內容 他們就說可能會 希望有一些彩妝的教學影片啊 或者穿大的教學影片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評估成本 跟他們願意訂閱的人數 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做訂閱服務 因為他們假設要他們每個月花一百五十塊 可能會需要負擔成本很高的 就是幫忙把他們要的服務做好 我們原本是想要做升級會的人這樣 就是你每個月 我知道了就Freemium 對 但是我的意思說 如果你現在就是死忠粉絲就那麼一百人 那你可以讓那些人免費嗎 但是從那些人之後 開始就每個人都每個月就是一百 每個月用月費的方式 一百零四塊之類的 一百零四塊是因為我最近在經營電商 那個一個月是一百零四塊 兩個五十二塊 OK 好 我們這部分也會在做市場的調查看看 對 因為如果它是用月費進來的 即使真的只是一個月一百零四塊 沒有啦 我們是那個口罩 它是有生產成本 但是你們沒有嘛 所以就是說即使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大概打拼都比較容易 對 那如果它連一百零四塊 每個月都不願意付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就表示你沒有market fee 這是蠻現實的 對 好 感謝 OK 那我們就這樣 好啊 謝謝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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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